美国陆军胡德堡基地 4月2日再次发生枪击案 一名军人在军营里持枪打死了三人 之后自杀身亡 2009年 一名受伊斯兰激进主义鼓动的军官 在同一军营枪杀了13人 美国陆军部部长马克修 4月3日星期四 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 军人们在自己的枪口下丧生 格外令人感到悲痛 任何时候陆军失去一名士兵 我们都会感到哀痛 当这种损失出自另一名士兵手中 而且发生在四年半前 带来那么大伤痛的同一地点时 这只会增添更大的悲痛 今天我们陆军感受到了莫大的损失 去年9月 美军一名合同员工 在华盛顿一个海军基地持枪射杀了12人 之后被警方击毙 今年3月 军方在宣布 华盛顿海军基地枪杀案调查结果时承认 美军面临的内部安全威胁正在增加 负责国土防卫的国防部助理部长保罗·斯托克顿 曾主导2009年活得保基地枪击案 和2013年华盛顿海军基地枪击案的调查 我们的挑战是这种威胁正在增强 也就是说 在我们军营内部 网络威胁和常规火力威胁正在增加 但是我们国防部传统上 并没有相关政策和项目来应对这种内部的威胁 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012年2月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 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的伯基斯将军 也指出了军队内部存在的安全隐患 在美国国内 甚至在我们军人自己当中 有一些独来独往的激进分子 这一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忧虑 国防部部长哈格尔说 在美国这样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 军营内部发生枪击事件并非难以想象 但是他承诺会进一步改进军队内部的安全机制 尽可能为军人提供一个安全环境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